沒有啦 時樂四張發票四張都有問題 三張是叫做登陸的項目錯誤 場地費人家說我是執行四百多萬 四筆 兩筆叫做場地費 四百多萬是場地人租大巨蛋 大巨蛋一天也叫210萬而已 到一四百多萬的場地費 結果時樂發新聞稿說 沒有 這是所謂的活動執行費 另外這一筆叫做我沒有做轉播 我是幫你所謂的代購所謂的廣告 有一筆是說我沒有收到 我完全沒有收到嘛 所以四比十的百分之百的所謂的瑕疵 良率是零啦 四比十的良率是零 零 然後呢民眾黨有講 針對這個叫做帳戶處理瑕疵嘛 民眾黨會全面清查嘛 發生錯誤深感抱歉 將禁述監察院補證資料 這補證資料就可以過關了嗎 國家機器啊 科美蘭共啊 這是國家機器啊 過去一張小吃戀 我就花開個五百萬的發票 就沒事啊 為什麼這次有事 就是國家機器動起來了嘛 對不對 我找瑞德 對 沒錯 那麼市長剛剛大家看到了 台灣民眾黨的第二份新聞稿 是說曾經解釋說 抱歉啦 我們弄錯了 各位 可是他的第一份新聞稿 可不是這樣講 台灣民眾黨第一份新聞稿 是有關於大家去質疑 木可公司的授捲金四比 總共高達一千三百萬的時候呢 他講什麼 他說是社會有心人士 就你們啦 說什麼拍照就是你們啦 你們這個政人節目主持的名嘴 有些人士啊 比你們一大堂有沒有 各位看他最後面 他最下面的時候怎麼寫 最下面寫說 那麼他們都是經過 專業會計師簽證在案 何時向監察院申報 你的把握啦 柯文哲二零二三年七月 選前舉辦募還演唱會 一張門票八千八百元 在當時引發話題 不過現在媒體人康仁俊爆料 演唱會照目疑似都不攏 康仁俊出示合約 柯文哲募還演唱會 由募可公關公司主辦 根據合約發包金額是 三百一十四萬八百零二元 再加上勞務成本的其他費用 總之出示四百五十四萬兩百零四元 演唱會獲利七十七萬一百九十六元 營收權不歸募可公司所有 而募可曾在一百一十二年 十二月二十七號 捐給柯文哲進辦 一百萬元政治現金 但一百一十三年一月十二號 柯文哲進辦 將這筆錢退回給募可公司 柯文哲政治現金申報上面 並沒有出現募可公司 七十七萬一百九十六元 而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林嚴鳳也質疑 七月二十九演唱會前後 匿名捐贈和個人捐贈收入 每筆收入金額八千八百元共二十二筆 但實體售出三百三十七張 林嚴鳳質疑 這二十二筆收入到底是什麼 不還演唱會收入申報不實 八千八百塊的門票 乘以三百四十二張 我們在申報紀錄 也沒有看到這一筆收入 小草捐錢給柯文哲當競選資金 現在錢留上哪裡 有沒有巨石申報 柯文哲金流疑點再假意 林嚴鳳現在知道了 你們所講的都是謊言 很簡單 如果現在這個會計師出來講話 這個會計師聽說還是台灣民眾黨 第二十二名的不分區立委 貝惟立委 然後貝惟立委 如果按照陳志漢的這個說法 他們那種說法的話 你要知道 你這個會計師到底 你有沒有協助作假帳 你是明知他是作假 而作假帳 那你這個會計師要移送法辦 如果你是不知道被蒙蔽的話 那你這個會計師就要出來說 你一開始就不知道他們做假帳 你知道嗎 這是低級錯誤 這是低級錯誤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專業會計師簽證 你要負責 我們台灣不是沒有發現過做假帳 對不對 就會計師好幾個人簽證在案的 你看柯文哲 柯文哲他找了這個會計師 就是肯定他的社會公信率 沒有錯 沒讓他當被位立法委員 你在丟別人的時候 說是專業會計師 這個簽合藝術 就說準的OK 絕對中的 我跟你講 現在這三筆 現在這三筆 時樂的一筆五百萬 保證絕對沒有這一筆 為什麼因為時樂出來講的 時樂出來講說沒有這一筆 怎麼會弄到我身上來 對不對 然後你要的兩筆全部加起來 九百一十六萬四千三百一十一塊 假帳 這三筆就是假帳 我告訴你 帳我就知道 你們會怎麼講 我早天我就知道柯文哲 跟你的這個民眾黨 一定會講說 我們登陸錯誤 這不是假帳啦 這是帳務瑕疵 這是登陸錯誤 我跟你說有一隻蟑螂 你在你家看到一隻蟑螂 就會有一窩的蟑螂 所以呢 單單這三筆 一拆拆就抓出來 還有那麼多那麼多 你看那個授權金就好了嘛 四筆授權金一千三百萬 你相信他啊 這他不敢說的 你相信他嗎 他說什麼是給廠商 是給木殼公司的 什麼倉儲物流管理物 運送物也沒有很多東西嘛 越來越多人出來講了 那時候金錢總部後面 堆了一大堆東西啊 堆了一大堆金錢小物啊 然後呢 那個胖卡 每次要去辦活動都來這邊 都來這邊那個債啊等等啊 那物流跟倉庫在什麼地方啊 所以呢 你不要以為你一再的這樣子說謊 你就可以繼續說下去 現在聽起來真諷刺 為什麼呢 理性務實 科學透明 清廉一個把布 很簡單 為什麼叫把布 因為這個台灣把布黨的 把布總召叫黃國昌 都用把布來羞辱這個 等於說大法官嘛 你們現在講的話 騙騙那些小草 到今天還在騙 今天看問者怎麼講說 哇你們小草捐給我沒錢 我的每一塊錢 我都珍惜啊 都准錢 沒有啊 從暴障的每一分錢看起來 你對這些業者很大方啊 授權金兩百五十萬 三百萬三百萬四百五十萬 黑白開 你弄百個活動 台南啊 半個桃園啊 集四百多萬四百多萬 轉播金一千多萬 哇你開這麼大方 這些小草 每個人兩百三百五百 不敢去喝酒 不敢去看一張電影 結果把錢把錢捐給你 你們是這樣開的 好重點來了 包括那麼 這是台灣中華民國 有史以來選總統的候選人 然後呢 第一個 總統候選人的先生做假帳 總統候選人的太太 第三夫人 因為選第三名 第三夫人 虛設航號 用人頭 設人頭公司啊 我跟你說 照理來講 本來啊 這一切都要感謝四叉貓他們 清零現場意外發現 怎麼柯文哲的兒子的名義 在他們這個台坡大樓 二樓三樓 怎麼會有一家公關公司 其實他兒子已經成年了嘛 開一間公關公司不違法的 我們台灣這種四五十萬間的這種藝人公司很多 這合法都是沒有關係 不管你要做什麼 反正你只要合法的申請 合法的繳稅 這都OK的 本來大家沒有去注意到這裡 突然間陳佩琪在自己的臉書上面 承認 是我 是我 說什麼要開咖啡店 說九月日子 他要退休之後 然後呢 用他兒子 用他兒子 還不敢寫兒子 還寫別人 你們兒子就你們兒子 有什麼叫做別人 然後呢 開了一家要開咖啡店 所以拿十萬塊先叫我們兒子定 然後等我退休以後再弄 這不是虛設行號 不是用人頭嗎 各位 差別在什麼地方 很簡單 差別在於 因為陳佩琪是公母人員 你不可以這樣做 他自己說 自己生姻 我跟你講 陳佩琪她就是母雞 牠在她的 牠在她的 我跟你說 他就跳出來了 我告訴你 我一想想 然後不管會被漏出馬腳 我一想想都覺得可怕 因為他想 九月二十七號 他想要退休以後 馬上加入民眾黨 我的天啊 民眾黨現在 我在說什麼 要算這個副主席嘛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陳佩琪到底想要加入民眾黨以後 變什麼 政治落實在生活的每一天 包括作假戰跟虛設人頭公司 好 我們這件事情 兩位繼續討論 但是黃國昌 黃國昌不是專門 靠著一張照片 就可以辦出一個大弊案的嗎 辦出一個他所謂的大弊案的嗎 柯文哲這件事情延燒了那麼多天 他今天終於講話了 他怎麼說的 我們來聽看看 對於這件事情 柯文哲主席非常的重視 對於台灣民眾黨而言 對於柯文哲主席而言 每一筆小額的捐款 每一位志工的協助 我們都非常的珍惜 而且非常的感激 因為沒有這些小額捐款 以及志工們熱情的協助 就不會有今天的台灣民眾黨 那面對這個問題 柯文哲主席非常的重視 那而且他也下令 要求要嚴肅的面對 全面的清查 我當然百分之百 相信柯文哲主席 柯文哲主席 是一個生活非常簡單的人 平常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完全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生活習慣 基本上就是一個工作狂 好 這是黃國昌的說法 黃國昌他的講法 跟剛剛民眾黨發出來的簡訊 通知媒體說 柯文哲取消型的說法 是一模一樣 沒有多也沒有少 講話這麼的虛 他光是批民進黨 一張照片他就可以連到 已經瑞士不知道收了 幾百億的政治獻金了 他光是一張照片 就可以污衊民進黨到這個樣子 現在柯文哲這麼多 難以解釋的事情 一聲不坑啊 一聲不坑 要學一下黃國昌以前怎麼講 以前說多少錢 錢誰出的怎麼花 公開出來說好不好 這個以前他在罵 反紅媒的時候的活動的時候 他這麼講 柯文哲公開出來說好不好 但是我現在也不期待 他公開出來就軟趴趴好不好 我現在也不期待 柯文哲公開可以出來講什麼 所以關起來 把柯文哲關起來 讓檢調好好的查 檢調好好的說 大家說好不好 關起來才能查得清楚 為什麼這麼講 三家公關公司叫做木可 你要 死了 加起來叫柯 你要死了 你要死了 公關公司真的不能亂走 你還有這個賢情欲製 真的是柯你要死了 為什麼這麼講 三家公關公司總共給這三家多少錢 一億 一億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看總賬 總賬他今年募了4.16 花了3億四 募了4億 花了3億四 3億四 我們做過選舉都知道 大概有一半是用在所謂的人事行政成本 所以大概一億七是用在所謂的選舉的活動文宣宣傳上面 這些一億七有一億是進到了這個三家公司裡面 等於說就是佔了一半以上嘛 就是這三家公司在負責承包所有人的活動嘛 六成一億七裡面的一億啦 對將近六成是留到這家三家公司喔 而這三家的公司剛好都有一些關係 第一個木可公關公司 這個李文娟是負責人 李文娟剛好又是柯文哲競選總部的財務總管 另外這兩家公司外傳是總幹事的好友 黃珊珊的好友嘛 就是實力 就是所謂的尼奧跟實樂嘛 尼奧跟實樂這兩家公司 最近被所謂的這兩家公司的負責人 切割跟黃珊珊的關係啊 他說接下來我們都不能說 他跟黃珊珊是三姐妹不能講 所以我沒有說你是黃珊珊的好兄弟好姐妹 因為他要切割了 他切割跟黃珊珊的關係 但是這兩家公司為什麼要切割 因為他們公開說明了嘛 裡面包含實力的實樂的四筆帳 實樂只報了四筆帳 四筆帳都有書師 三筆叫做登錄的用途錯誤 一筆根本沒有這張發票 結果用了這張發票去報了五百萬 我公司就沒有這張發票啊 為什麼你報的時候是有單據的 表示這個單據就是公司沒有 你這個總部有嘛 你知道柯文哲現在多懊惱 我早在我用一個小吃店來報就好了 頂到小吃店報就沒問題 這次用實樂還跟個實樂的挑戰 你沒有出一個這麼多錢 沒辦法啊 因為如果實樂是一個公司 公司是要對所謂的股東負責 如果他有假账的話 我當然要出來說明這個不是我的問題嘛 不管是誰的問題 他現在第一時間一定跟黃珊珊 一定跟競選總部切割嘛 表示我這家公司是沒問題 有問題都是你們內部账的問題嘛 另外柯文哲最壞的地方就是推 一推二五六推給所謂的作帳的瑕疵 剛才講喔良率百分零喔 四張發票四張都有問題 表示這個叫作帳不是瑕疵 而作帳他推給誰 其實就推給李文娟了嘛 財務總管第一個要輸血嘛 第二個推給誰 推給會計師嘛 你會計師看過的嘛 我問你啊 這件事情這樣做下來 李文娟有什麼好處 會計師有什麼好處 都沒好處嘛 好處是誰拿的 對 問題來了嘛 這比五百萬去哪裡了 對於我們做財務 那會不會被李文娟洗走 誰給... 被柯文哲洗走 然後柯文哲要分給誰啊 是柯文哲的事了 誰給李文娟這張發票嘛 看公王就給錢嘛 李文娟一定按照發票把他登錄嘛 登錄完之後錢給了誰嘛 就是這個拿發票來核銷的這個人嘛 這個錢現在是沒有進食了喔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誰啦 誰拿了一張發票來核銷的這個人嘛 一張假的發票 去跟李文娟拿 登錄了 登錄了李文娟給他錢了之後 然後整個賬會計師認證了嘛 所以柯文哲現在的做法 要推給李文娟 推給端木正嘛 這個會計師叫端木正 最近事情如果沒有曝光的話 會不會到年底的時候 食樂公司就收到了一張 什麼時候賺五百萬的 對 多了五百萬 你就等於是要補稅 要補稅啊 要補稅 他還這樣應該摸不著頭腦 問題是今天現在監察院 已經發表聲明了 他會他會去調查核實 到底怎麼回事嘛 他們當時把整個帳移到 這不是國家機器動起來嗎 移到監察院區的時候 食樂現在說 他們有開五百萬的發票 你要也是喔 金額不對喔 項目不對 金額不對喔 我問你他們附上去的 如果有發票 如果有發票 或者是收據 有這些相關的單據的話 那直接就是偽造文書 事實上你拿假的東西去報 就是偽造文書了啦 你被人家說黨說什麼啦 所以事實上這件事情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又在說 這可不可以補證就好了 當然不行啊 那不是不行啊 連監察院都被你騙了嘛 民眾黨說我可以補證 這民眾黨可以騙騙那些小草 你一定有辦法 監察院有辦法而已好不好 一個講 你說什麼 監察院也會看你送上來的資料 有沒有附相關的單據對不對 所以你會計師簽證的 所有的單據 全部送到監察院 監察院才公告嘛 那所以監察院也被你害啦 端木正你要說出來 因為這是會計師簽證喔 我監察院是任你會計師簽證喔 所以監察院絕對推給會計師 會計師絕對推給財務 財務要推誰給誰 李文娟要推給誰 所以他現在已經叫李文娟端木正嘛 另外開設公司這更誇張了 這個男人 出事情不要撒個母子啦 很多母子都放在裡面 跟老公在外面上去 他母子要接著你不覺得 因為陳佩宇是運期的黨主席 他未來是要做黨主席的 我直接講 他這家所謂的老婆的 就是他兒子柯富瑤 這家智瑤資訊傳媒 聽名字就不是開咖啡廳的嘛 第二個智瑤資訊傳媒的登記地址 是台坡大樓喔 台坡大樓你在登記公司 一定要附上所謂的 所有全人的所謂的統一書 我願意讓你公司開在 我的台坡大樓裡面喔 誰拿得到台坡公司的統一書 不會是柯富瑤嘛 不會是陳佩琪嘛 一定是柯文哲才拿得到 台坡大樓的統一書嘛 那你登記這家公司 你開在台坡大樓 現在全部推給你老婆 然後臉色鐵青 跟你老婆大罵 對他老婆寫 柯文哲臉色鐵青 準備把他老公扛來 昨天晚上還不回家喔 陳佩琪說的喔 還不回家 去哪裡啊 我哪知道 所以娶妻當娶陳佩琪啊 莫巴柯文哲扛了 這樣才會成立一家人頭公司 是這個意思吧 所以我要最後講到的是 當然這個所有的關係圖 下禮拜最精采的 就是所謂的金華城案嘛 金華城案我們都一直說圖利 因為我們查不到金流 但是等一下中小平民會講 他要去告發所謂的政治先進法的 相關問題 如果這一波所謂選舉的帳戶 亂七八糟的狀況 被檢察官所調查之後 檢察官就掌握了 有調查金流的權利 而調查金流 只要有任何一筆 跟這個三大案 有任何的對價關係 柯文哲 賓果 從圖利 馬上變成是貪污的罪嫌 你賓果不是他賓果的嗎